大家好,我是東橋的鮑伯 在連續介紹幾週東京周邊的旅遊之後呢 我們終於來到關係啦 我們來介紹神戶與日遊 神戶為日本第七大的都市 人口約150萬人 身為日本最早一批的通商港口 整個城市充滿了開放以及國際化 整體感覺跟橫濱有點像 比較知名的景點大多可以在一天就玩完 是關係旅遊的必訪景點 我們這次的行程路線很簡單 就是從山上一路玩到海邊就是啦 大家請看下去 第一站我們來到了布影香草原 我們搭著纜車前往標高約400公尺的目的地的途中 可以飽覽神戶市的城市風光 抵達目的地之後 我們到了以德國古城瓦爾特堡為主題的迎賓廣場 再次瞭望整個神戶市美景 布影香草原總共有200種 共計75000株的花卉以及香草 是日本最大的香草原 總共有12座不同主題的花園 春夏秋冬都有不同的景色 大家可以到官網搜尋 最適合你自己的季節來訪 我覺得這邊啦 給我感覺有點像薰衣草森 就是種了很多很香的花花草草 然後還有一些歐風的建築 接近中午10分我們到The Veranda 吃一個三明治跟甜點吧 這個炸豬排非常非常的軟嫩 然後它那個醬子非常的溫順 不會太酸也不會太甜 它這個蛋糕的奶油還滿清爽的 不會膩 然後那個草莓有點微甜微甜的 吃完中餐後差不多可以離開香草原了 我們乘坐纜車回到出發點 接下來帶大家看看距離新神戶車站 只有20分鐘路程的超絕美景點 布影瀑布 布影瀑布最大落差約43公尺 非常的震撼 也被選為日本百大瀑布之一 從布影瀑布走路大約40分鐘 我們來到了神戶的北野藝人館街 以前由於神戶港口的擴建 讓這座城市開始成為外國人的移居地 再可以俯瞰海港的北野一帶 有著各式各樣的外國商人住家、領事館等等 而這些非日式住宅就叫做藝人館 在這裡每一間藝人館的營業時間都不一 建議大家先做好功課再拜法 鮑布跟維恩這次選擇參觀的是藝人館的代表建築 建於明治42年、1909年封建基館 這也是重要文化財 換完藝人館街我們可以買一個神戶知名的 六甲牧場霜淇淋 接下來走20分鐘可以到達下一站園艇 其實本次的行程也可以選擇坐車到達 但由於東橋很愛走的橋 所以我們選擇走路方式走馬看花 神戶園艇商店街已擁有140年以上的歷史 園艇就如同他的名稱般 是原來就有的艇 更是神戶最初的艇 在江湖時代已經有220戶人家 神戶開港後聚集更多人 逐漸發展起來 神戶的圓艇商店價 它的廠長超過1.2公里 而且它有多達超過300家以上的商店 稍微拐渴望我們來到了南京艇 也就是神戶的中華街 這裡與橫濱中華街 長崎新地中華街並列於日本三大中華街 此地大概聚集了100個左右的店鋪 我們也來買個日本的掛包吃吃看 它跟台灣人差滿多的 因為它基本上就是把東坡肉的滷肉 然後包進麵皮 大家是不是已經覺得行程很豐富呢 但時間還早 我們才剛開始夜晚的行程喔 從南京艇步行約20分鐘 我們來到了大型購物商場 神戶Harborland Harborland是一個集合購物以及娛樂的綜合商場 建議大家可以在這邊花個一兩個小時好好購物一下 購物完之後 我們到ウニエ的Mosaic摩天輪看看夜景吧 我覺得神戶的夜景完全不輸給任何其他日本城市的夜景 往市區的方向走可以經過神戶港塔 如果大家有點時間的話 可以登上鐵塔從不同的角度觀看神戶的風景 在吃晚餐前我們來到了神戶舊居留地散步一下 來尋找區域內的老式洋房 讓你不用去歐洲也可以享受一下身處歐洲的感覺 最重是海安大樓 商船山景大樓居留地十五番館 泰馬式的十字路口顏色拍照喔 終於到了今天的重頭戲了 走了那麼多路就是要趁現在把所有的熱量都一次補齊 我們來吃神戶最出名的料理神戶牛排吧 我們這次選的料理是曾經得過米其林一星的雪月花花菜 雖然我們一個人花了超過兩萬日元 但能夠在神戶本地平常到日本三大和牛之一的神戶牛 真的非常感動 這也是鮑勃人生第一次吃到的神戶牛排 也是第一次花那麼多錢吃晚餐 但細膩的口感乾香的紅肉以及入口即化的脂肪 只有三個字可以形容 超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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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這支影片可以幫到想要去神戶旅遊的小僑們 那我們近期也會推出其他自由行的旅程 我是包伯 大家下次見 掰掰 大家下次見 好嗎 大家下次見 感谢观看